老谭刚刚有提到说 今天帮我们留了一个伏笔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聊聊 这个所谓的这些整个节目的战略终神 但我们可以比较少知道的是 台湾很少提海南岛撤退 那包括有这么多名将整个聚集在这个岛上 主要这个主题就是这场海南岛的战役了 老谭刚也有提到说是用木船来渡海打军舰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这个解放军他到底怎么打 1949年12月8日 中共中央军委那时候发布的命令 就是要第四野战军用第四十三军 还有第四十军来攻打海南岛 而且是要求说在隔一年的春夏两季之内 要把它给解决掉 于是第四野战军有11万人就开始部署了渡海作战 从1949年的年底就在列州半岛其中开始准备 我们知道解放军在1949年11月 他打金门失利 紧接着是登部岛的作战又失败 一是就检讨失败的原因 解放军学到的教训就是登陆的兵力不可以太小 还有就是海上的操舟能力也一定要加强 绝对不可以轻举万动侥幸取胜的思想 所以解放军在海南岛发动他们的攻击之前 前后训练了三个月他才决定要进攻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古宁头战役对不管是解放军或对国军来讲 其实他这个吸取这个经验跟教训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是大陆有一本书是海南之战 这本书呢后半月有大概180多页 全部都是当年的档案资料 这里面有提到那个时候解放军已几乎很少了整个中国大陆 现在要视野的第40军还有43军负责去打海南岛 因为是渡海所以引发了很多人的情绪 认为说战争都已经要结束了 怎么还轮到他们 或者说渡海作战很危险 这个想东想西的 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 部队才基本掌握了海上作战的技巧 培训了200多名的机航船的驾驶员 还有6000名的水手 另外还征集了2100多艘的木船 还钓运了1万多顿各种的军用物资 1951年3月6日 第40军1184352团有一个加强营 正式的跨越的穹州海峡登岛成功 突破了所谓血月的海陆空立体防御 固落金汤的柏林帆线 像老谭刚刚提到的说 你确定这些都是木船吗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觉得 木船怎么可能达不成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林远丹 李伯伯 他是四川江津人 他在1950年的时候是在永林县上面 他说大海中的这些木船 因为很小 所以其实不好打中 因为会起起伏伏 你会刚好打在船船以下 否则就是从船体穿越过去 顶多就是有人受伤 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 大家可能比较无法想象 就好像说是雄山飞弹 穿过渔船一样 所以你速度太快了 这渔船它的结构又比较薄 就一打就过 那木船也是一样有这样的道理 那你如果用机枪扫射 更不好把这些船船给集成 而且穷州海峡它也不宽 只有30多公里 就算受伤了 稍微划快一点 努力一点 还是可以斗得了对岸 那如果你要去撰击的话 这可以集成 可是因为对方的船船 或这些木船 其实都专有重机枪 或者火箭弹之类的 你一靠近就会挨打 那再加上国军的军舰 船船比较高 其实火炮是有死角的 所以近距离不容易打 总之呢 到最后就是四面八方 全部都围下来 你打又打不成 又可能会被挨打 就只好撤退 海军就终于撤退了 对 所以它这个领域的部队 就登陆还很多 我们前面两节呢 讲到一江山战役的时候 也有提到类似的情况 就是准备要登陆的木科船 它在中弹之后呢 木头呢 是一片一片的被撤去 不见得被立刻沉没 因为木船都有这些特性 所以当时视野就征集了 2000多艘的木科船 开始展开训练 而且还告诉大家说 日本当年清华要打海南岛的时候 第一次出动的是军舰 不能直接靠岸而失败 第二次是改用船 它才成功 所以也等于说 要给大家很多的信心 可是当时国军 我们知道它有军舰在海南岛周边 而且军舰的炮弹 其实是比机枪还要再更厉害的 所以像解放军 用木船来渡海的话 他们自己不会有心理上的压力 你会有这个疑虑 那个时候 这些准备要渡海的解放军 他们多半一辈子都没有看过海 所以他们的疑虑 绝对会比你更多 大陆的资料的确是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他们讲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最畏惧的是军舰的问题 都认为说架驶木船 要去面对军舰 简直就是忌惮碰石头 可是那这样子就必须要下一番功夫 去帮他们做一些心理上面教育 看他们要怎么做 所以呢就告诉大家说木船的好处是目标小轻便 还有就是如果遇到风的话 其实速度快可以直接靠岸 至于说军舰虽然有甘甲 可是呢因为笨重阵音大 所以可以很早的 你就可以发现它 那只要靠的够近 以多胜少 比如说打法是 三艘机翻船 打一艘战舰 所以说这个就是 以多咬死相的概念 那其实我们知道 最近两岸的这个军舰舰艇 有在这个台海周边对峙 那也有很多民众说 就国军的舰艇比较小 比较灵巧 那解放军的舰艇比较大 所以他们是比较笨重的 那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成立呢 你这样说 其实是我们读历史最大的乐趣 因为发现到说 人性的思维其实都一样 那我们这个我们不说了 总之呢 就是在解决了 使用渡船渡海的恐惧 还有消除了对军舰的这种疑虑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在担心说 敌人在岸上 那他们是坐着木船 那如果说登陆的时候 一定还是会下海 这个时候如果对方一开枪 他们在水里面又跑不动 不就是一打就全倒 对于这些疑虑呢 是以为他的做法是告诉大家说 海南岛全岛游就差不多3100公里 你想想看 这个国军国民党的部队 才5万10万人 一个人要守多长 所以呢 只要选择好地点 一定都是能够登岸的 这让我们想到 那个诺曼地登陆的情况 我们看过很多电影 就是那个火力的覆盖 然后抢滩的困难 那所以说像解放军 他是有提前做一些准备 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相关的 历史的证据可以提供给我们 其实像我们现在搜寻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说 如果你去搜海南岛战役 就会出现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就是几位解放军 那个时候他们视野的军人 就是裸子上半身泡在海水里 而且是架子机枪 在做射击练习 另外呢 在大局登陆之前呢 他们还用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小波偷渡的方式呢 把小部队一个营一个营的送到海南岛 加入了冯白居的琼崖重队 那具体的过程呢 是从3月6日开始 先是一个营 然后接下来是一支部队 然后又是一个加强营 这样子慢慢的到了3月27日 变成是一个加强团 这样子前前后后加起来 在正式的发动攻击之前 已经送了一个师的兵力 对象说那时候国军也都有海陆夹击 可是呢 其实到最后多半都还是登陆成功 所以像这样子化整为零的做法 其实送上去的部队不能算少 一个师的部队 那刚刚老谭也有提到说 这也关系到说 因为海南岛它其实海岸线也很长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可以 就是找到这个破口可以上岸 那国军呢 国军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作为 去抵挡住 当时的报纸 比如像中央日报都不断的报道 空军对联州半岛执行诈射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空军呢 基本上是战力保存最完整的 比如像在海南岛战役的前夕 1950年的2月14日 那时候有一则新闻 非常的有意思 他说空军通知大陆十大城市的民众 要紧速的远离轰炸目标 因为我们要针对这些重要的目标进行轰炸了 所以说他这样子的大规模的去宣布 去跟十大城市说我们要来轰炸了 那当然重点其实 雷州半岛这个部分 他一定是着重的去做轰炸行动 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针对上海南京 还有广州之类的城市 至于像雷州半岛呢 主要是针对四野 他们要渡海的前进基地 进行战略性的轰炸 所以那个时候像在2月11日的报纸 他还是讲 就是血月已经进入了某一个港口指挥 因为海南岛的物济即将要到来 所以连日出动了海空军 还歼灭了五指山的过半的土共 还摧毁了多少艘的这种木船等等 反正就是宣称打得非常的好 那海南岛的防卫部呢 绝对的乐观 还希望说大家绝对不要听信谣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